俗话说得好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来到了四周环海的冀州岛 就应该多吃这里的海鲜 听说呀 在冀州岛呢 有一个网红海鲜拉面馆 每天只开五个半小时 但是呢 客人却是络绎不绝呀 所以冲着这个名气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间餐馆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 这个餐馆看起来非常的简陋 可是更让我吃惊的是 我们已经来得很早了 可是外头呢 已经有老饕们在排队了啊 既然还没有开门 那我就在餐馆外面的院子里逛一逛 那显然呢 这个院子是为时刻设计的啊 里面呢 排满了桌椅 长凳 另外还有摇篮 还有很大的太阳伞 那么在院子的旁边呢 是一个露天停车场 老套们可以把自己的车子停在这里啊 毕竟呢 来这里交通是不太方便的 在停车场和院子中间 隔着一排向日葵树 啊 我看到了一只蝴蝶在授粉呢 蝴蝶也是非常勤劳的 以前小时候老实说 小蜜蜂是勤劳的 蝴蝶是贪玩的 那这种说法算不算是戴上了有色眼镜呢 千万不要因为蝴蝶漂亮就认为它一定是贪玩的哟 第一批客人进场了 但是我们还要等一个半钟 所以呢 我们决定不要浪费时间到附近的金宁浴场去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金宁浴场 金宁浴场是冀州岛最著名的海水浴场之一 它为什么叫金宁呢 因为啊从天上往下看 那这个地方呢 显得非常的平缓 而且宁静 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沙子非常的洁白 非常的细腻 所以得到这个美誉就叫做金宁 不过现在游客有点小多 不知道还宁不宁静 还是挺宁静的 因为大家都非常守秩序哦 走在岩石上 红姐发现岩石上有好多小螃蟹 这还不算稀奇的哦 最重要的是啊 这里啊经常会有石鸟鱼出没 所以呢 是钓鱼发烧友们的垂钓胜地哦 突然高音喇叭里传来了一把男人的声音 虽然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但是我知道下雨警报拉响了 下雨了快跑 往回跑 就在红姐仓皇逃窜的时候 我又在岩石当中看到小螃蟹了 这时我才想起来 哎 我们是应该回去吃螃蟹 吃海鲜了 哈哈 再看一下这个小螃蟹 多漂亮啊 而且呢 这个拟色做得多好 不仔细看哪里能够在岩石当中看到螃蟹呀 简直就是进化到石蟹合一了 可爱的小螃蟹再见啦 暴风雨要来了 赶紧躲起来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海鲜餐馆 哇 这个餐馆真的是红了之后啊 非常霸气 只有四样东西可以点 哈哈哈哈 两样海鲜拉面 另外一样呢 就是八爪鱼刺身 还有就是非常贴心的 为海鲜光明的朋友准备了 韩式传统饭盒 四种菜式 我们每样都来一份 上来了之后 红姐才发现 这个鲍鱼还是活的 啊 不敢吃吃吃 所以 在必须要吃海鲜的冀州岛的 网红海鲜拉面馆里头 红姐选择了 没有海鲜的 韩式传统饭盒 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